Hello Lee 你好 你終於打回來了 你好 聽你的聲音令我們安心了一點 你容許我講一點你的故事 Celine應該沒有 我知道她的故事 但是我沒有直接跟她通過話 我略略給一些未聽過的聽眾知 Alee早幾個星期前透過Facebook 發了一些訊息和相片給我們 繼而在WhatsApp也有傳過 其中一晚就打電話給我們 這個故事是她在澳洲讀書的 澳洲讀書到差不多 認識了一個中國內地 她也是去澳洲讀書的男朋友 好 剛巧 Alee還沒有跟這個男生拍拖之前 就申請了回到內地做交流還是實習 總之要回去讀一陣書 回到大陸一個月讀書 那男人就忍不住那個傷屍之苦 似乎 之後就飛回去內地找Alee 應該是上海的 是 誰不知就現身身 回到現身身就開始有很多事情 暴力處理 推得撞撞撞撞 真的打Alee 打Alee 打到真的把照片給我們 看到她 一塊紅一塊魚 全身都看完 有些地方只是白色 浴色一搭就變黑色 雖然作為我男人的天性 我很想知道這裡是哪裡 但我睡不到 當然你看到面部 甚至頸 腳也有傷 後來我們等Alee電話 因為那一晚談不完 誰不知他沒有消息 之後沒有再打來 沒有再打來 之後他再時間 一個星期左右 發了一個WhatsApp 說幾經艱苦 好像分手了 應該是安全的 因為我們當時都擔心他安全 因為那個男人太過分了 那個男人 那份都怎樣 今晚可以跟Alee談完 其實中間Alee發了一些 他跟那個男人的 應該是微信的內容 那個男人擺明是 自大狂 發電瘋 激品 佔有肉很強 就是平時你會被Post 上Facebook 然後全世界圍剿 那類型人 好了Alee 我們回來了 有沒有遺留你的故事 差不多是這樣 沒有的 是的 那時候分手是 他說要跟我計清楚 然後就說 要我付錢他 不如這樣 我們先說一下 當初我們跟你談電話 就說到我剛才說的內容 在大陸的時候 我忘記了他 為什麼他開始現真身 又打又成的 他在上海那十日 他打了三次 有一次是因為 他說我玩手機 沒有理他 然後有一次是因為 我臨時臨急 要去做一個Presentation 然後就 因為我臨時臨急做 我心情不好 就有些黑臉 但是我不是對著他黑臉 我是黑臉 換衣服 準備出去的時候 他就說我黑臉 然後他就打我 還有一次是因為 我之前和過一個 我們兩個的共同朋友 談過一下 我們兩個之間的感情問題 然後因為我的微信紀錄 我這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很隱瞞 我沒有說出軌的東西 所以我微信那些東西 從來都不關閉 還有我電話從來都沒有密碼 然後 誰知道他就查我手機 他就查到我和那個男生聊的那些東西 但我不是說他壞話那些 我只是說我們兩個之間 我覺得溝通有問題 那些 然後他看到他就生氣了 然後當時他在上海 直接把那一部iPhone 6s 直接用手 扒開兩絕 扒開一半 扒開一半 不是用手 扒開一半 不是太難的 你來來來來 不要不要 傻的 講悶 我不是那些暴力人 我最講和平的 哈哈哈哈 成幾千人 搞你 我跟那些人講暴力的時候 那些人一定是小朋友來的 哈哈哈哈 好繼續繼續 那那次其實我已經很害怕了 但因為我電話壞了 我又通知不到我家人 唯有就 扒到我 真的可以上飛機回香港的時候 即是你從大陸再上飛機回香港 是的 他就沒有跟著來了 他就 他沒有了 他是不是因為知道香港有法律 不是 因為他之後在香港 都打了一次 他又說他沒有軍來 他要回去過年 所以我們過完年之後 這樣 其實為什麼 我先去到這一部分 我先問 終於問到你了 其實那個過程裡面 他有這麼多次的動手紀錄 為什麼你不找人幫忙 甚至報警 即是在大陸都可以報警 雖然感覺上 法律好像 我們不太認識 但是 依舊是會有公安幫忙的 因為 在我和他一起之後 他就跟我說他家人是做官的 每個人都是 那你知道 但是你知道 但是你知道 香港人是大陸 但是你知道 香港人對大陸人做官 我總是 我爸是李強那些 根本就 但是你是信的 因為 我知道他家裡真的做官的 但是你說他生活是老島那隻 可能他家裡不給錢 那他家裡有權 不給錢就不射他 不射他 你不用怕 說真的 那你真的被人打 你都要求助 因為他父母是離婚的 當著他是跟了他媽媽的 他是他爸爸那邊做官的 但是 反正就是因為 我上海人生路不索 我都不敢 怎麼報警 我根本不懂搞 然後我打算再捱兩天 那我就回香港 但是因為在上海 他打我之前 他就已經預訂了 說回澳洲的機票 那中途是會去香港轉機的 那他一定要來香港的 那我回到香港之後 我就已經 實際上跟他說 我想分手了 那之後他就說 那如果要分手的話 我回來中國是因為你 所以你要給我1萬7元 然後 扔布費嗎 但是繼續不好意思 而你居然回到香港 跟他說這番說話 你還是扔得他嗎 那你怎麼回應他 當他問你 當他問你拿扔布費的時候 你怎麼回應他 你怎麼回應他 然後我馬上問了 我朋友 扔了5千元 因為他說 你是很有責任的 你扔得他 你又不出聲 你又相信那些 我巴士李剛之類的 那些 Sorry 我這樣說 雖然你是受害者 你記得多少歲 二十幾歲 我還記得 你幾歲 你當我二十幾歲 你忘記了上次 報稱你自己幾歲 我不想記得 我不明白 你怎麼了 我問你幾歲 你忘記了 我忘記了上次報稱 你忘記了 那你說個真話 既然我們都忘記了 你今次說的 我們就當真 二十三 OK 如果你真的是二十三歲 你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不懂這個世界的法律 你不懂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你知不知道大陸打貪 知道 但他不是貪 他打我 我問你知不知道 知道 打貪是其中一個舉動 就是 上面想把這些不守紀律 不守法紀的高官 或者任何做官的人 去將他嚴懲 你以為他真的敢發生什麼事 我不是說他不夠膽 但是 OK了 你向家人求助也很正常 又不做 他回來 你還要在自己地方 香港 他問你拿訂購費 你還買人借錢 如果是這樣 你是有問題的 你覺不覺 你自己有 你是 某程度上助長了這件事的發生 不是的 其實我不想給他 然後我就問我媽媽 我媽媽也覺得 這個人 我又回到澳洲的話 他肯定都會回到澳洲 你一起回到澳洲 那你報警抓他 說真的 你是上海的單鏡查不行 公安太多 不可估計的事 但你問我香港和澳洲 我們之前也接過澳洲電話 有個女生說被人飛來 我立刻 我們WhatsApp都想幫你 有律師 打電話來 怎麼報警 你現在在說 把你射你 射完你 對我來說 這些叫詐騙 你說萬七 怎麼來的 或者恐嚇 或者恐嚇 對 他又動手打你 他一個人摔幾條罪在身上 不是的 他過境好 在香港塔 就是 沒理由 阿Ben等於 剛才說你 你真的是助長了他 你是他說什麼 你去想辦法去 你以為有感覺 算了 當是送走溫神 放下錢 還是怎樣 我們回到澳洲還要讀書 喂 我是你 我轉口還可以 你又特別 但是 你愚蠢信他 然後籌其 他不是拿萬七 你籌五千 我又不是覺得奇怪 當給黑衣 你去買藥 不是 因為那時候我說 我沒有問朋友借人民幣的話 我們大家都學生借到多少 我不是說我媽媽睡醒 我媽媽睡醒 我再將其他給你 他一定要我 起碼給五千元 他賣了澳洲機器 那你還給我 給我 有很多你在那裏 還不是澳洲機器 你就欺負到夠了 你把他戶口都拿了 一手腳腳去火車站 然後慢慢籌 籌到我不遠 你就可以過來 他會有其他的沒有手沒腳 不是去操控他 當然 盯上你在那裏 你想不用進線費 你想沒有手沒腳打不了你 這樣又可以找到 他在澳洲又打了我倆 然後我現在被他打到進醫院 我住了兩天 你究竟在澳洲報警了嗎? 今次這次真的真的報警了 入廠 你怎麼想法呢? 不是 應該是逐樣來 你回到澳洲 你想不想說我在香港 先打電話 其實我也有點生氣的 那時候我們去黃大仙 他當著黃大仙廟前來咀嚼你 我現在對黃大仙廟前咀嚼我 他在黃大仙廟前咀嚼我 原因是因為我求簽的時候沒有求恩怨簽 他求的那支恩怨簽解簽的人說有刁纖 之後就說你們兩個之間可能會出現第三者 在我們兩個人面前 他說你要好好溝通 否則會出現第三者 他又見到我求簽的時候沒有求恩怨簽 之後他生氣我 之後他直接在黃大仙廟前地鐵站欺負我 劇情很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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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知道他咀嚼你 是怎樣的 一下連環拳 天馬流生拳 劇情很靈 還是叫絕招 劇情很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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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看過那些照片 但他那時候這樣挖我 之後他捉我的手 很多人是圍觀的 但沒有人幫我手 不過是黃大仙附近一個廣場 那個廣場是不是拍了很多旅遊包 我不知道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我被他扯了我去哪裡 那次之後還不報警 拉工 大家都坐跑 坐跑你知不知道多嚴重 等於那位小姐打機吵架 他不是突然生氣 一個環面隨便 無情力 總之打碰也是不對 這個是頸來的嗎 聽到好像從星雨那場賽事 我現在給肥仔和Selena看 腰那裡有一條痕 腰那個是他 我在澳洲回到澳洲的時候 他出神龍擺臂的時候吃的 他說不讓我回去 他說不讓我住在家裡 他說要我和他住 那次他打我 那次他打我 他每次打我 只要在室內 他就會把我身上所有的東西扯爛 那個痕 是他扯爛我的底褲的時候 把我留下的痕 我也是不明白 Sorry 我不是不想聽你的故事 我會繼續聽下去 大家都會繼續跟你聊下去 為什麼去到那個地步你都不報警 其實你知不知道他那時候 不這樣 他通常會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助長 你有沒有看過Discovery Channel 有些個案在澳洲、加拿大、美國 Discovery Channel說澳洲通常是袋鼠和鯊魚 不是 他有這些program 他裡面是有 我忘記是不是Discovery 還是另外一個channel National Geographic 不是 如果不是Discovery 不是National Geographic 而講動物的 央視 不是講動物 央視 數到第四個就是北韓的唯一一個channel 是 拍攝著幾代動物 不是啊 他有些個案是你初頭是這樣 然後他有一次去捕你 他是殺了你 真的會的 這些很困難 現在你還是有這個潛在危機 我告訴你 你現在不是在釣鹽水嗎 不是議員 已經釣完了 好 你說回香港我先 還有 我再問一下 那好吧 在過程裡 我不再問你報不報警的事情 那究竟你有沒有跟家人或朋友說過這件事 我有啊 但是我朋友就有些叫我報警 有些就說你不要管了 你快點讀完書你走 然後有些就 等一下 哪個朋友叫你快點讀完書走 可以絕交 另外一個中國朋友 我回答你啊 你等一下 我叫Selena幫你開個Portal 幫你找靈魂穿過這個朋友的身體 我回答你啊 你能夠完成課程嗎 你能夠完成課程嗎 你能夠完成課程還是有問題嗎 等一下 是整句說話已經有個問題 怎樣快點讀完書走 如果我讀得快點 我讀了博士 你讀得快點 真的讀快點的字 講快點 還要是中國的 你那個朋友 也是這樣 專出低能 遇到事就不管了 覺得適事靈人 其實我當時最主要的原因 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想跟他分手就算了 但是我媽媽就說 你還要回去讀書 就算分手也好好的 你媽媽知道他打了你幾次嗎 他又看到了 他又給了手機 是嗎 二類最蠢人身邊的蠢人 其實也是 沒有理由你媽媽會給我這樣 我覺得是有點內容 你給你媽媽的電話 我打給你 正常 你令我有點難以置信 有誰的媽媽 自己的女兒被人打 一次都嫌多 而她會叫你好好的婚 我是你媽媽 我買機票飛過去保護你 立刻叫你報警 哪有這個可能性的 那天我趕了她離開 她原本在香港的時候 是住在我家裡的 然後她說她當天要去找酒店 那段時間是新年 我媽媽見面禮的時候 已經封了二千元禮事給她 然後我們吵架之後 我媽媽多封了五千元禮事給她 就說當是避免她的 來到香港不開心和酒店 所以總共我們封了七千元禮事給她 然後那一萬九元 那一萬九元她就買了 不是 我說真的 有權是沒有的 有權是沒有的 有權是爸爸很小的時候 離開了 不知道她去哪裡知道 你有嗎 他們是離婚的 你離婚的 你爸爸知道這件事嗎 我爸爸其實不是很清楚 那誰供養你去澳洲讀書 我覺得是我媽媽 你媽媽有這樣的能力供你去澳洲讀書 她居然不懂得分這些是非黑白 不懂得照顧你 我會罵你媽媽 因為我不明白 除非你告訴我 不是其實我說假 我媽媽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可能我媽媽都是在中國那邊過來的 然後之後我父母也有跟我說過 她就說其實 你有父母的 那你的父母就是你的繼父 知道這件事嗎 她知道 但是她建議我去報警 但是她就說可能我媽媽那邊的思想 就算她來了香港很久 她都覺得應該適事靈人就算了 聽什麼理論來的 你媽媽在香港多久啊 我媽媽要先前 然後我媽媽就是這樣說的 你是不是兄弟姊妹是這樣 沒有啊 只有你一個女兒 但是我媽媽就這樣說 她說她爸爸媽媽這麼辛苦 供她去讀書 那她就這件事 她就要遷復回去 然後她又有案底 那你叫她這個人生怎麼辦呢 那你應該要搞到她這樣 一個人是不是 真的應該要對她自己所做過的事負責任 這樣才是一個成年人 不是她媽媽對的 那個女兒 小事吧 就由她打和殺就算了 她想別人那個兒子 不想自己的女兒 很可愛啊 你有沒有生命回來香港 也是另一個問題來的 我是你呢 我生你媽媽的 我生他媽媽的 是啊 真的 我是生他媽媽的 你23歲 唉 我一直聽你說的故事 我都說服自己 其實我都說服自己 你是腦筋還沒生 我也還可以原諒你 你媽媽是 為何可以做 她供你去讀書 是希望你開拓你的世界 擴闊你的視野 你長知識 哇大哥 你現在連一個生活 這麼基本就是被人咬 一個男朋友 但是 她不是什麼都沒有做的 她也有說 我每一晚都要打電話 因為她就說 你媽媽說 每一晚都要打電話給你 確保你的安全 她唯一確保到 就是你還沒死 確保到你 你就不用入床 是啊 她只可以確保到你死 和不死 如果她打電話 你可以有保障的話 這個世界 沒有生與死 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如果打電話 幫到這件事 就不會那麼多人生不死 你明白嗎 如果真的要保護你 為免你有這個危機 她就已經用了其他方法 例如 勸喻你 或者逼你去報警 那個人親自過來 幫你去報警 陪你生活 一段時間 知而處理一萬個方法 她不批評 她叫你 不要分得那麼爛 打兩槌而已 可以了 放七千元利是給別人 身份飛來香港 她打你都用力 你以為你痛什麼 她也會傷 然後又送你走 送你回澳洲 然後再被人打兩碗 打到入床 你很坦白告訴你 你男朋友固然就是 賤泥 你和你媽媽相當有責任 事情稍微處理得好一點 少少大半 對 第一禍之後 拔皮那次 已經沒有法文了 因為她經常都威脅我 威脅也是罪 你懂不懂 我想弄清楚一點 本身你和這個男朋友 在澳洲一起的時候 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就沒有見真章 去到你去了大陸 那一個月 她又因為 話報稱掛著你 飛過來大陸 才開始逢你 好了 接著你和她兩個 在大陸搭機 經香港 留了多久 在香港 四五天左右 留了四五天 那她一來到香港 一回來香港 你跟她說分手的時候 她就說你要給她一萬七元的機票 對嗎 嗯 她說我在上海 就花了她的錢 OK 明白了 然後夾夾萬里 而她逢過你幾次 再加她說這些事情 你還是不跟她分手 還跟她黃大仙求籤 又求留了一支恩怨 還有安危 哈哈哈哈 自身 是啊 還有你旁邊的紫尺尺 是甚麼聲音 請問你是不是戴手 是因為我的電話被她弄爛了 接著我借別人的電話 所以我一定要用手 因為她的電話也是壞的 我借回來的電話 只可以用手 我們為什麼在交易錢 那裡抽錢出來 給她買一包電話 哈哈 真可憐 好了 接著你依然 你未回答我真與否 就是 是不是那個時序 是這樣的 就算她又逢你 又問你拿訂購費 你都依然跟她去黃大仙求籤 是 因為 怎麼說呢 雖然她是有打過 但那段時間 的確是有樣子是挺開心的 她打完之後 生氣完之後 嘗試回去 因為都是掛著她 好 你說 你都是沒有分手 其實最主要你剛才說 都怕掛著她 會 是不是你真的很愛她 你扔她不低 我覺得是 但是經過今次 今次 好了 慢著 你不要說今次輸 所以 你媽媽跟她一見面 給她兩千元利是 她 是一個見面禮 而當時你媽媽已經知道她有打過你了 嗯 真是很 她打算 她打算給錢 可以買到個安全話 她打算 可能她是沒有錢才不開心 所以才 因為她那時候 你和你媽媽說的是我 沒有錢不開心的是我 她可不可以 都給你幾兆東西 來補回我的不開心 你不要打算不行 還是要打她的女兒才行 那我做不出 那算了 這些錢我賺不了 好了 給她兩千元 然後你告訴你媽媽 她問你拿訂購費 你媽媽再省多五千元 不是她不是找訂購費 只是她那時候我吵架 其實和訂購費沒有分別的 她告訴你要分手可以 但是我買機票過來 和你在上海花的錢 合同一萬七給我 其實這樣就等於訂購費 是不是 但是之後和好之後 她又沒有問我拿過那些錢 那她有沒有還錢給你 她之後那七千元 因為我寄給她 我是微信支付給她 之後好回來她就沒有收到 所以就自動套回來了 接著那七千元 我們就直接給了她 然後回到澳洲之後 她因為我要回HOME STAY 那時候就打了我一次 那一次打完之後 我就發一些照片給你們 跟你們說 我被她打得死氣 那時候她就弄壞我第二部電話 又是同樣的方法 你看到我發給你兩部電話 她家裡自己有練的 找些東西練過 神經 你媽媽每晚打給你 都保不了你的安全的時候 你真的都是當時 你說她回到澳洲 再逢到你兩次 而因為逢到你要入廠 你才被迫要報警 是不是 是的 即是她回到澳洲 再打你一次 你媽媽雖然說 每晚打電話來保你安危 你都依然沒有做任何處理手法 而你媽媽都依然沒有做任何處理方法 是不是 即是那次她回到澳洲 第一次打我之後 我們分手 她叫我給分手費 那一次我真的給了二千元澳址 二千元澳址 就是萬多港幣 你這個人都忌諱 你又見到我發給你 因為她說她要找一班人到我家 然後你見到我發給你 我就說我已經給了二千元澳址 因為上個星期我生日 這樣就寂寞難耐 然後我們又和她回 然後之後 可能她收了那二千元 然後她有錢 她開心 然後之後 就沒有動手了 純粹只不過 他不用做事的 其實他每一次沒有錢 他就打你 你就會有錢 然後你們可以繼續維繫這段關係 那你其實現在打電話來 究竟是什麼事 沒有一步就起信 我想 終於分手了 我估計未分的 我估計未分 我估計未分 沒有可能不分的 因為 我已經報了 你在街上走著 我想請問 沒有我坐在那裡 你坐在那裡 你盡量不要動得那麼厲害 因為你的聲音很飄忽 可能因為你的手臂對不穩 好 因為 我之前一直都沒有報警 然後 因為她今次是 打到我 嚴重到 我已經住院 今晚是我第二天住院 即是上一次打你 是戴前日的事 是前日的事 前日的事 打我 咦 等等 她是昨天打我 然後我昨天住了一晚 昨天住了一晚 今晚再住一晚 現在報了警 警方說怎麼做 警方說 有沒有先捉到她 首先是沒有捉到她 因為我只是提供到她的地址 她不是在家裡 就捉不到她 你猜她知道你報了警 她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她知道 你告訴她 我之後傳給她 我媽媽告訴她 就說 只可以報警處理 你媽媽會不會這麼適合她 好像她保護她 當她保護你 然後 然後她 然後她 就和我媽媽說 我放了一張照片給她 她和我媽媽說 她說既然你也報了警 沒有辦法 你女兒也有打我 然後她的意思是 她也要報警 因為我也有打她 但問題就是 我沒有碰到她 其實你是想還手的 或者叫自衛 你是想自衛 不過根本都自衛不果 因為實在她恐武有力 那些 其實你只是傳給我們的照片 不同日子 你自己都可以給警察看 就是了 其實這些狀況 警察問我任何 我想你可以看看 找律師 我們叫ground 一個injunction 就是 你不要以為她在澳洲讀書 我現在很懷疑她的智慧 你可以申請一個禁制令 簡單來說 讓她不可以在你 任何一個 設定了 不過很貴的 但是你要做 你現在很危險 就是禁制令的意思就是 法庭會判她 不可以在你一個指定範圍裡面出現 如果她在那個指定範圍裡面 你馬上報警 她也是叫犯法的 警察已經幫我申請了禁制令 是 但是 因為她說 她經常說那些東西去威脅我 例如說 她說 她會找一班馬來西亞和越南人 去我homestay那裡搞我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她真的這麼有辦法 她又不會這麼兜蹲 是啊 你其實有沒有從頭到尾想過 哪會有這麼有辦法的人 這麼兜蹲的 我可以說 我找一些富男仔來找杜晉斌 對 說的而已 我不相信 其實我20年來 在香之俱樂部得罪這麼多人 我都聽不少這些 你看看她 她都健在 又太又腳整整齊齊齊 完全毫無邏輯的說話 都已經證明了你 因為聰明也很厲害 對不起 對不起 你不用跟我 你不用跟我 你更加不用跟你媽媽說對不起 本身呢 如果你說你自己受這些罪 而你又不去處理 你是應該跟父母說對不起 但是 你的母親處理實在是 令人很想找回人 找你婆婆出來 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這句話 所以我猜你應該不明白 Anyway 好了 算了 現在時間差不多 又等下一個星期了 拜拜